陸地之外 海浪之中 海南 经略异岛 关乎全国 以它为中心画一个圆 飞行八小时 可抵达59个国家和地区 覆盖全球67%的人口 和41%的GDP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踢起来 好 海南 发扬钉钉子精神 将一张蓝图汇到底 以新一轮高水平开放 撬动经济双循环 磅礴新时代 海南自贸港 践行高质量发展 奋极扬帆 正在成交一份精彩的答卷 三月的海南 风调雨顺 时光艳绝 我们把这个雾面的光 我整个再检查一遍 这个是直流电 这个是交流电 供电正常 电路板上 一些直到一些状态 都是正常的 对对对对 也就是一般的 为博鳌亚洲论坛 百分百充满绿电 工程师孟明 正在抓紧调试供电设备 风速一旦过大 它转速过快 是会那个自动停止的 博鳌零碳示范区建设 是今年博鳌论坛的 一大亮点 2024年 博鳌论坛所在的 整个东宇岛 将全面实现零碳运行 2023年3月28日 万全河畔的 博鳌亚洲论坛 再次迎来全球客人 每次博鳌论坛 中国都会向世界彰显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 也展示海南自贸港的 扎实推进 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 为世界发展提供新参考 五年前的四月 正是在海南 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决策 被首次提出 在这里我郑重宣布 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 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支持海南 诸步探索 稳步推进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分步骤分阶段 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 这是党中央招演于 国际国内发展大局 深入研究 统筹考虑 科学谋划做出的重大决策 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推动 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决策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 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由海南来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 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特需建设的一个战略安排 不断摸索 大胆试验 现在汤出来一条路子 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 以测凝聚深化改革精神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 到2025年 海南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 到2035年 海南将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昼夜不舍 海南自贸港这颗经济心脏的跳动 烹然加速 我们不设政不设减 不设计国民安全的 这些货物直接的出区 这个也是我们为全省的压力测试我们打的样 张旭 杨土保税港区发展局副局长 三年前从大连海关来到海南 看重的就是自贸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通过这个政策让企业直接把货物提到它的这个厂区 所以我们就要站白天抢雨天 像夜晚要时间 所以说我们时间真的很紧 我们就没有理由在这拖欠时间 一定要推动这个我们杨浦保税港区的驱港联动 眼下 他正为封关而日夜奔忙 2025年海南全岛封关 封关就是一线放开 二线管住 岛内自由 一线放开 是海南自贸港与全世界的联通更加顺畅 二线管住 表示海南自贸港与内地的联通 进行适度管制 全岛封关 不是把海南封闭成一个孤岛 而是以封关为契机 把岛内的自由贸易搞活 形成更大的自由贸易半径 来那个全岛封关作业的总进度 我们还拉了多长时间 现在还是两到三周 下周还得过来一下 2023年1月11日 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枢扩建工程正式开工 扩建是为了停靠更大吨位的船舶 到2025年 杨浦港将可以同时停靠四艘20万吨和三艘15万吨的大型集装箱船 封关的接口千头万序 封关之前 杨浦压力测试持续增压 有没有延期 给一个月时间 给一个月时间全拉平 目前存在的问题 你保证至少两天来一趟 两天来一趟 看看进展 大事小事赶在一起 应接不详 他就不用坐着了 就直接的 好吧 坐一下吧 外面放大 那个倒不错 建工府又要建能力 张旭调研的第一站是一家饲料企业 现在我们研究出了一个好的方式 将奥斯卡的大豆 它加工增值不到30% 累计到你们这儿增值到30%出去 这个时候你可以享受加工增值的 这个免关税政策 大豆的成本就可以低了 饲料厂加工的原料是进口的 最有希望享受免关税政策 但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如果是纳入了保税区的扩区里面 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不共和财力 是涉及到检验项目的话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而我们的饲料 感谢您的观看